為甚麼叫踩到紅線呢,請問 動不動就紅線 看來你好像在看我的電視節目 對,我在聽育敏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甚麼看 那倒不會 這個直播和重溫環球 全地球都可以看 那就很好 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上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myradio獨立付費節目 毋敏射馬 主持毋敏尤達 錢偉樂 第六場,我先說 他的心意就是 QT膽 Q膽是拿了一隻3號萬利膏 做膽,現在8點多倍 拖一號的永益善 四號的陽明高高 十號的肥仔威威 和十一號的歐洲之星 甚麼人 內部 沒錯 謝謝 接著 我覺得 你心打擊 你心打擊 我心打擊 你會不會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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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釋政治 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呼籲提醒大家要交台費 有些人經常覺得我們在節目裡說 我們不在節目裡說 在哪裡說呢 當然是在最多人聽那個節目裡說 提醒大家要交台費 又交這個天溝日報 每個月200元的訂閱費 其實這些都是看節目的人 或者看天溝日報的人 其實都應該這樣做 例如我們的天溝日報 很多人做的 要開支 那些錢從哪裡來 沒有廣告 你看我們有什麼廣告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去找廣告 因為這些節目是自己的事 其實現在看到MyRadio 主要就是這個踩場 另外一次是本土最前線 另外還有搖關通的節目 這些全部都是評論時事比較多的 其他那些節目 其實我們都想搞好像 杜汶澤那些節目 但我們沒有這個條件 沒有這個條件 就是不是沒有人是沒有錢 這個是需要很多錢 所以這些不是我們做的 那你100毛那些無幾電視 那些是上市公司的 現在變成廣告公司 我發覺他 是啊 他當初那個 即是那種revenue model 和現在 他現在根本就是拍廣告 然後就在社交媒體上播放 這樣而已 就是廣告公司 即是走回頭 所以這個也是 即是我自己在九十年代末 開始做這個ICP 即是做這個互聯網內容供應商 就整天就在想那個 所謂revenue model 收入的模式 那個business model 是什麽 是吧 那大家看到了 現在發展到今天 其實就是一個大數據時代 就是那些Google Facebook 這些已經調了 那些Amazon 是吧 即是大陸這些所謂的 即是不開名字 這些控制了那些所謂的數據之後 就是他們去發達 是吧 那所以如果你做一些比較小型的 即是我們做一個網台 或者你做一個網媒 你怎麽可以生存呢 老實說 是吧 即是譬如說那些報紙 他自己有一個 即是 有一個很龐大的 就是backup 在那裏 那他去做網 那不可以說 那如果你獨立搞一個 即是新聞性質 比較強一些的 這個所謂的新媒體 是非常之堅硬的 可以這麼說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那些網台 兩個人在那裏 這兩個人 那甚麼人都在那裏 就在那裏 說是非 這樣做下這個YouTuber 那於是 在YouTube 登記一個盈利線 一個月收回一萬幾千 那樣的 那樣的 是吧 但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是評論時事 和我們收入的來源就是,如果我們是靠Youtube 即是做一個Youtuber,分他那些廣告費 請問你可以分到多少錢呢? 如果夠交租就不夠出人工 所以還是要靠大家支持交這些月費 但是因為現在你上網看什麼都不用付錢 基本上是,所以你很難做到 你的內容是可以吸引人到 真的可以定時定後每個月付錢 譬如我們經常說Netflix 它現在去到已經超過一億個用戶 一個十元美金,一個月就收億多美金 十多億美金,一個月 一年是百多二百億美金 可以拍很多部電影 對,拍很多部電影 所以現在你如果上Netflix看 即是它舊片買別人的片回來的不多 現在變成… 自己創作 主要就是自己創作 還有一些劇集,現在真的拍得很厲害的 老實說,每次都真的… 所以如果你訂了Netflix 即是會虛耗你很多生活的時間 是… 這個也是一個壞處 其實是… 但是別人這種做法不同 所以我們這些… 即是你… 加上如果… 即是香港的言論空間 一路一路收窄的話 我們就可以收工了 因為我們有甚麼做法 講來講去都是這些 有些人… 甚至乎… 即是… 如果真是討厭我們 那些人就認為我們… 你說完重複又重複 那老實說不重複 那老實說不重複 就可以說甚麼 可以說甚麼 我都很討厭說政治的 老實說 要繼續罵泛民、罵建制派 罵共產黨 是不是重複呢 是啊 但是他經常打了一把東西 給你罵的 譬如說 我們… 我自己比較有興趣 你不可以說文化呀 那些文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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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人聽嗎 是不是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很簡單 我們做過歷史在兆 做了60集 那有多少人看呢 是不是 60個小時呀 大佬 60個小時呀 是不是 這個USB 60分鐘 60分鐘一集 講了60集 是不是 你有甚麼節目可以這樣 沒有的 那好吧 你做了 但是看的人不多 是不是 有興趣的人才看 是不是 所以問題不是在這裏 大佬 那所以呢 我們做了一些USB 希望有些人可以買 幾百元一隻 是不是 那我們買到一百隻 都可以收回 收回少少少錢 除了成本之外 都可以收回 收回一兩皮 就是這樣 其實是 其實就是 很可憐的 講一講 是吧 出書更可憐 是吧 是吧 就好像這個 踩場這個節目 是吧 是吧 就是在去年年尾提出的 土地選項的建議 現在接流 之前不是當它是甚麼 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 大家因為政府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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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類類 但是這次我估計 就是說 不是有兩個原因 它會 就是全盤接納土地 供應專殺小組 提出的 所謂土地選項的建議 那八項 其實就不止八項 主要就是 中近 就是 中近期的 就是 那個建議 就是有八項 還有些長 就是長期的 是吧 第一個原因就是 林鄭月娥這個施政報告提出 有關 就是這個明日大罪填海 1700公頃 就老實說 就是你看所有的民意調查 或者 包括一些 就是 各方面的人的反應 都是非常之差 是吧 這個是第一 是吧 認為你擔沙塞海 認為你 債留子孫 認為你又搞大白杖工程 是吧 那所以呢 就是 反應是非常之差 那 你接納了這個 土工組那個 所謂填海一 百公頃 那便少了七百公頃 那便可以抵消了 就是 譬如說 轉移了在這裏 就是那一千公頃 是吧 這個可能 就是 所謂可行性 比較 就是少了填海的範圍 少了七百公頃 如果相對於他 施政報告提出 一千七百公頃 你現在只剩一千公頃 如果這個土工組 這個是 對嗎 大家如果有看《迂迴》 我和黃遠輝 就是土工組的主席 都在我的節目裏面 幾乎整個小時 都是講他的建議 是吧 那當時都有憂慮 就是可能政府 就不會全部接納 就是 特別是高爾夫球場 那一筆 是吧 但是今次呢 就是他全盤接納 全盤接納 全盤接納 就不等於全部去做 是 你要搞清楚 是吧 那他也是有個時間表去做的 做不做得完 都未知的 是吧 你不要讓這個全盤 就是發展局局長 黃偉倫走出來說 全盤接納了這個土工組 這個八項建議 是吧 接著就他 講政府怎樣跟進 是吧 還有那個 預計進展的時間 這些 都是在那裏 就是說 都是只有一個講字 是吧 到具體要 就是說進行的時候 可能也都牽涉很多問題 也都會有很多爭議 都未定的 是吧 但是至少就說 對土工組做了年多的工作 起碼肯定了它 是吧 比我們預期 可以說是好很多的 這個就必須要在這裏講的 我又不想用鐵眼鏡三個字來形容 因為對於這個政府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期待 對不對 加上現在有個大灣區 就是你 林鄭月娥現在走出來說 又不會被內地同化 說所有那些不會的 都是等於那些人覺得你會 是最大的 現在倒轉聽 你說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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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導 全部都講筆 那些人就覺得你不是筆 擔心你不是筆 我們稍微簡單一點 講一講那個 其實都很長的 關於那個 發展局 他全盤 接納了 這個土工組的 八項建議 包括局部收回奮領 高爾夫球場三十二公頃土地 作為建屋的用途 但是大家必須要知道 整個粉領高爾夫球場 總共有 一百七十二公頃 這個也是所有 香港這些 遊樂場用地 最大的佔地 最多的就是這個粉領高爾夫球場 那王遠輝覺得 比較遺憾的 就是說 現在你接受了 這個所謂局部收回 三十二公頃 作為這個房屋的用途 但是剩下的一百四十公頃 就用途不變 還有要延長 那個 那個租約 到二零二七年 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 政府 不去解釋 喂 你又沒有作研究 那你就說明 不會發展其餘那一百四十公頃 對 這個很明顯就是說 你要 喂 要做一個平衡 對 這些不同的勢力 對 要做一個平衡 這個王偉倫 就說 就是 在不同的光譜裡面 就是兩邊 就是贊成 和反對的 都可能 未必滿意的 這樣 所以呢 這個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剛華 就會跟相關的持份者 接觸 包括高爾夫球場 這一方 這種說法 我可以在這裡說 非常荒謬 那道理就是 這些所謂遊樂場用地 屌你了 即是說句難聽些 你是明一糕他們的 你明白嗎 是吧 你不是要他保地 不是要叫他正常 即是說 政府批地出來給你 你必須批給私人發展商 是不是這樣的條件 但這些私人遊樂場用地 它是有一個條件的 大哥 譬如你要 Open to public 是的 要Open to public 你倆不可以高爾夫球場 Open to public 你真是 我記得我在立法會 帳目委員會的時候 是嗎 有一年 這個 審計署的行公兩職報告 就是講這些遊樂場用地 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被我罵到這個混蛋 大家可以上youtube找回影片 是嗎 我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 其中一個問題 我 帶袁州村的老人家去木球會游泳 你猜他能不能進去嗎 是 是 一定不能進去 是嗎 那怎樣 open to public 是嗎 即是等於那些私家醫院 又是 你明白嗎 他說規定要有幾個病床 是給公眾 即是公立醫院的價錢 是 可以進入這個私家醫院的 又是沒有照做 全部都找笨賊的 講句難聽些 喂 你那些私家醫院那塊地 又是不用錢的 又是象徵式 收你錢的 這些私人又落場用地 又是 所以你王偉倫那個說法 就是說 我兩頭不到案 即是那些人批評兩頭不到案 不是的 因為兩邊的光譜的人 都會有人不開心的了 那我們就要平衡 這樣 嘩 真是奇妮怪 喂 那個 立了塊地 又可以 英雅人入會 值100多 200萬人可以解僱 是嗎 但是你就不是open to public 你陳百祥在那裡描述 跟陳淑莊那個 是嗎 open to public 過去走走 要你想open to public 你不懶之所謂 是不是 所以你政府這種說法 是很有問題的 這種說法就是說 你養人肥了他之後 他就應份的 即是等於你逆權侵佔 是嗎 是呀 那塊地怎麼來的呢 你要問他 那塊地怎麼來的呢 那塊地怎麼來的呢 這個說法是很不對的 我現在告訴你 是不是 很清楚的 所以 王遠輝的反應 是說得很含蓄的 他說對於政府未作研究 便表明 不發展其餘140公頃用地 是不是 那麼他就相信 政府應該是同時 考慮了民政事務局 私人遊樂場地 即是說 場地那個契約用地諮詢報告 他認為當局的決定 是無可後非 但是呢 政府就應該向公眾 進一步解釋理據 這是王遠輝的反應 OK 和我剛才的反應 就是完全兩件事 OK 即是 我用很多情緒用語 他就 其實他也是覺得 你要解釋 是吧 你向公眾 進一步解釋 你現在用了 你現在 收回這32公頃的土地 你不會影響整個 高爾夫球場運作的 但是長遠來說 他租約到期 是吧 他2020年到期 那麼現在 你現在就 還給他 這個是民政事務局 劉剛華的契弟 你不要做那個報告 是吧 得出來的結論 那麼現在表面看 就好像 接納了這個土工組的建議 就收回這32公頃土地 其實這個 在我諮詢期間 關於高爾夫球場 是不是要收回來 建屋 我相信 是有很多爭議的 到最後 土工組 都是用一個 所謂中庸之道 是吧 我先收回 32公頃的土地 用來建屋 其他那些 就是因為他還有一個租約 租約要續約的時候 是不是要給他一些附加條件 是吧 到時 另外一個新的租約 年期結束之前 是不是再要釋放多一些土地出來 是不是應該這樣 就是正常合乎邏輯的做法 來這樣做的 是吧 現在說到 好像高爾夫球場讓步 是吧 或者現在高球大聯盟在那裡 你不要反對 那你就怕了他 是不是這樣 那塊地是怎樣來的呢 是他們的 你不要想想 這個私人會所自己的 是不是 是私人的 業權是私人的 不是 這是政府的 大哥 是不是 香港多少 你不要想想 警察會 印度會 巴基斯坦會 多少這些會 這些就是所有私人遊樂場用地 在所有私人遊樂場用地裡 場地裡 佔地最多的就是 是奮領高爾夫球場 喂你不是土工組這個諮詢 很多香港市民都在狂狂 是吧 嘩 以為這個是富貴人家出入的地方 打高爾夫球 要是給很多錢賣這個地方 要是給很多錢賣這個地方 要是給很多錢賣這個 一百四十公頃的土地 那是傻瓜嗎 那是傻瓜 你真是 所以這些真是 真是很好笑 那王遠輝呢 特別提到一百四十公頃的土地 你沒有作研究 是吧 那 是要 為何 就表明不發展 和和他俗弱 那這個要跟公眾解釋 那另外他今早就在這個電台那裡 就 就是提到 就說這個土工組 在此詢期間也聽到很多沉默大多數的意見 是吧 那 覺得這個社會也是很公道的 那 但是 也沒有一個選項是無通 那 就譬如一人痛一點 可不可以呢 這樣 那 他覺得這次 政府全面接納報告呢 就是說還一個公道給這個社會 好 休息一會兒